親民黨 親民黨可以 他已經不太久了 謝謝主席 我想政黨法的一個處理 這是針對每一個政黨 那我相信大家在此時此刻 所有台灣人民其實都可以站在一個監督的角色 看每一個政黨它的一個執行狀況 還有它的運作狀況 所以我們都認為說政黨在未來就是要越走越公開越透明 也就是說台灣人民是可以看到每一個政黨 它實質在運用所有政黨補助款 它的一個實質面 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透過政黨法 不論是哪一個政黨 都受限於這個政黨法的一個規定 甚至可以來依照這個政黨法 它的要求跟設立的標準 來做一個未來運行的一個標的 那麼我們在有建於現行的人民團體法 將政黨定義為一般人民團體 實質上已經沒有辦法符合我們現在民主國家 台灣的需要 所以呢為了要讓整個政黨政治的發展 更為是有一套的一個機制 所以確保我們政黨組織及運作符合民主原則 所以政黨財務必須透明公開 才能落實我們民主憲政的一個發展 所以呢為了要讓每一個政黨間的一個公平合理競爭的處理 跟它的一個機制我們特別凝聚政黨法草案 那這政黨法草案其實有一個部分也就是說在它的一個政黨財務的部分 我們希望明定政黨的一個經費來源 還有政黨的會計制度 財產及財務狀況報表的申報以及公告 政黨補助金投資或經營事業或購買不動產的禁止事宜 因為政黨就是要為台灣人民一個監督角色的一個方向來進行 而不是可以經營任何的一個自己的黨營事業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政黨法的要求當中 我相信未來每一個政黨就依照政黨補助金的一個權宜來做處理 而不是可以去經營事業或是購買不動產 所以我相信在這一張則的部分 我們希望每一個政黨可以接受檢驗 每一個政黨也可以公開透明它的財務 我相信這才是人民所需要 人民的目標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整個政黨定義還有主管機關 還有組織區域還有它的整個設置運作 都需要是有一個政黨法規的依據 以這樣做說明 我們希望在政黨法的一個處理當中 可以盡速讓它能夠趕快通過 讓每一個政黨都可以有依據 台灣人民可以依照政黨法接受更多的一個監督跟執行的角度 謝謝 陳廷會委員的說明 現在還有一個親民黨那個陳委員你有沒有說明 主席各位同仁喔 親民黨這次所提出的政黨法的版本 其實基於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一個原則 其實我們並沒有要特別去優化小黨 意思就是說並不是去特別的去獨厚小黨喔 也沒有要特別去對付哪一個政黨 或者清算哪一個政黨 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公平的機制